回头我再给你蹭证 我问问你 说说咱们俩的事吧 说什么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就算我死 也得死个明白吧 说啊 你这么笑语 你给我把小谷撒去 干嘛 你干嘛呀你们 我现在看着你在欺负笑语 我不能让你欺负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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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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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晗 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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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许晗 许晗 腿疼 过去吧 过来 不行 我这腿实在是站不起来了 快 快 快 过来 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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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圆 看一圆 这把完事 来 回家你朋友 谢谢您 这你刚才叫的 不是他以为 里边杀猪呢 太凄惨了 你啥什么出场了 我已经一人在人了 盖 你刚才就不该拦着我了 你说你挺聪明的 你脑子里面应该有数 秦升根本就不是你对手 并且我实话告诉你 我能看得出来 效应 态度还是很坚决的 是吗 那他刚才对我是什么的态度 他对你的态度 是因为你动了手 他着急 你确实不 他这一跳一跳 这么巧啊 怎么能让小人们 你也病了 那我来找朋友 你这腿是 妈 这腿没事 在心里面干活的时候 不故意摔了 我来找你 小成妹妹 你要早来两分钟 你就能欣赏到一出 特别完美的歌剧 微彩世界 拉脚 那几惨的 活该 自堂苦吃的 我来 小成妹妹 明天啊 我有几个北京的朋友 要过来 你帮忙照顾一下 那个 你那摩托车我就开走了 不是你 开走了 我 我送你啊 你怎么回事 许晗 你再许晗 你再许晗 你这 这 不用 我送你 你再许晗 提亲 我和你妈妈都上了好了 我觉得这个事现在有点 不大好吧 你不是一直喜欢它吗 爸妈妈挣劝你 是吧 这样呢 这个事定下来了 你也踏实 我们也踏实 我把我带来 都上了 你这是 这 老爸 太高兴了 吃个链子 咱不吃一个 那少喝点酒 这东西对身体不好 我给你热了杯奶 咱管我把奶喝了 早点睡觉 好不好 谢谢你 那别喝了啊 那我走了 有什么事 不能说出来呢 也得自己一个人看 有心没心 有心没心 没心没心 有心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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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公 来 好 冬佑都准备好了 紧张了 不紧张了 紧张了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我一个人肯定能搞定 你等我的好消息吧 真行啊 真行啊 你放心 加油 加油 我去了 去吧 这该来了 老朵在家吗 进来 老朵 冒什么 看报纸呢 找我有事啊 有事 有好事想可以上来一下 那个什么东西放那儿吧 拎着多累啊 我这个礼物吧 不累 就放这儿就行 放这儿 坐坐坐坐 来 盛罗啊 我这人俩肚子糟糕都是 我就直说了啊 宣布 你说咱国家啊 是越来越强大了 这GDP你看看 年年的 稳步增长 是是是 是 我这次来啊 还有那个国际上啊 对这个生态环保问题啊 非常非常重视 你看这个减排啊 减碳哪 还有习主席提出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太有先见之明了 是是 这是肯定的 要不然咱们博山发展 怎么会这么快呢 这么好呢 是吧 其实我这次来 这个 你能不能跟我谈一谈 就是你对咱们博山 对沐溪谷 这个未来的发展 有什么想法没有 这个想法 应该是领导的想法 领导不拘啊 我老百姓 我也管不了那么大的事啊 错 你不能只看到自己 眼前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啊 咱们 作为博山人 作为沐溪谷人 得为博山沐溪谷 献计献言献策呀 是是是 我知道 我只得来啊 实际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 未来咱们这个博山沐溪谷 这个地方啊 应该以环境保护为中心 是是是 我知道 我只得来啊 实际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 未来 咱们这个博山沐溪谷 这地儿 是是是 只能争执这个换 换境吗 我那个小造质厂都关了 是吧 你这造质厂关了就对了 但是我现在也也也不差 虽然我就省一个煤套厂了哈 但是也是个产业吧 到我这个岁数啊 我就不求这么大的发展 补毛巾补毛鲜 平平淡淡的神火 就满足了 赵八嗨的这回事 什么叫平平淡淡的神火 这我就反对你了 人哪 得有格局 有志向 得看未来 我跟你说 学步 一看你就是不读书 不看报 不学习的人 不是 我是这样 你坐着别动 我跟你讲一讲 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 不说是 不说的 不说是 不说是 搞或是 不说的 不说的 怎么说 失败 点赛 是 不说是 你听我给你说啊 你出了高速入口 你就往河山房走 我在桥边等你 一会儿见啊 什么朋友 你还得亲自己 这都什么呀 谁干的呀 有毛病了 你朋友来了一会儿 看见这多不像话呀 我去后厨找他 我去后厨找他 等等行 千万别让人动 我大概猜出来谁干的了 你这一碰好 回头搁上我们 那 那你朋友来的车停哪儿啊 先停敲边吧 那儿可不行 那儿有电子眼 车不能过夜 我知道 我回头我想折 先把他们安弄好 别踩着啊 军医醒了这是 老杜啊 你抬劝面了呀 这个国内性质 国际性质 我这会儿全听懂了呀 好吧 我你说得太好了 下面听我说就行吧 不是我跟你说啊 这个国际形势 和国内形势讲完了 咱们再讲讲咱们博山 讲讲沐溪谷的事 我家笑语 我就觉得是个非常有远见的女孩 现在啊 当下 这是青年上山下乡 和咱们农村走出去的这些青年 回乡创业 这就是未来一个趋势啊 是是是 小鱼这孩子大笑我就喜欢 这孩子呀 很智慧啊 不不不 慌哥也不错 是是是这两个孩子 咱都向慌哥学习啊 你看这儿慌哥啊 就知道这个鸡蛋 不能往一个篮子里放 为什么跳出你每套场 现在帮了笑语干活呢 我们家慌哥 他得洗的不光是去干活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这说明人家慌哥是个思想要求进步的青年 不是 咱都得向人学习 你听我说 你老婆也得向他学习 我老婆向他学什么呀 对对 你你学 学的多了 学的呀 你老婆现在是不是自己现在在家闲着 闲着没事 不但一会儿出去搭搭呗 跳着光浪屋什么的 不若俗涛 多没上进心哪 作为博山一份子 应该为博山 为沐溪谷的未来发展 得做点贡献呢 她她怎么贡献 她就是个家庭妇女 家庭妇女 我家的家庭妇女 现在不也在外边打工呢 你的意思是 找我老婆也去打工啊 你这不就开窍了吗 你老婆呀 她本身是想打工的 但是你呢 从主观上你不同意 所以她也不敢提 这就是你的不对 老师我知道了 你听我说这个事啊 我知道了 等等等等 不是你怎么 我跟你说话 我得上到厕所吧 你听我说话 我可以 不是 我给你说话你呢 今天首先没用的呀 我来这也太回事了呀 韩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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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你这地方真不错呀 韩哥 够漂亮着呢 我说你怎么归隐天人了 就这儿 我都想隐居了 是吧 随时欢迎你们 就把这儿当成家 好不好 好 这边就是嫂子吧 瞎叫什么呀 这是我这民宿的管家 廖春 家都交给别人了 韩哥 自个儿也交了得了 你们好 我叫廖春 我是这儿的管家 这两天有什么事 你们可以找我 对 随时找他 韩哥 行哪 身宅大院 美女相伴 绿水青山 赛过神仙哪 知道你是文科毕业的 别跟这儿贫了 行不行 来 帮忙拿下行李 好 里边了解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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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贵客 不是 这 韩哥 好 有必要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这不是试用店吗 客人少 这几天天好 我就把这些 咸菜拿出来晒一晒 这味儿才好呢 晚上给你们切一盆 尝一尝 韩哥 那你这儿没有停车场 停车太不方便了 这就是停车场 你放心 等晚上我把那石头出来 就把你这车给你停好了 好吗 好 这样啊 那个麻烦各位 脚下留点神 好 别踩着 这可千万不能踩了呀 对对对 这都是粮食我跟你说 来韩哥店 跟过合适的你看 行了 该聊的也都聊了 也都说完了 那你 你回去吧 你准备说完了吧 说完了 准备说完了吧 好 那想听我说行吗 我这儿来的主要是说 晓鱼和韩哥 晓鱼和韩哥 他俩是一辈子的好朋友 不是 我是说晓鱼 晓鱼这孩子挺好的 但是就现在跟这男朋友 总在一块儿粘着俩人 什么 晓鱼又那儿铺了 在北京就说上了 小伙子表现不错 我也挺满意的 不是 没事没事 给我花了 没事 那个 你就这样吧 这个东西你就放在这儿吧 你委托我的事 我肯定给你办成 我委托你什么事的 给你老婆找工作吗 我什么时候找你 给我老婆找工作呀 这怎么突然 这思想又落后了呢 这不刚说完吗 我为博山 为牧西谷做贡献吗 行 有劲啊 你记住啊 学部啊 以后再来呀 可别拿肚子了 下个为例 听听听看 不用诉 不用诉了 没事来啊 再谈谈国际国内形势 跟我斗 这礼还挺大呢你 黄哥 别忙活了 回来 没事 怎么没事 你就这样 快 不不不你别摘着我 我真没事 你再这样我赶紧走吧 坐那儿生意去 快点 你有话要跟我说 好 这有个事呢 是吗 但是这个事呢 你也早晚都会知道 这个事呢 不是我的手 是我爸妈的手 我其实也挺 挺慢的 什么这个事呢 这个事的 神神秘密 到底什么事呢 你早晚都会知道 来 爸 你干净给我会夹 怎么了 会夹 王农大人 有事有事我别嬉皮笑脸 那个 确实有个事啊 就我那个厅厅厅 那怎么回事啊 厅厅厅 那也不能让你自己霸占你 那我闲在放哪儿 你看 他真让我猜准了 是您的 要不然那服务员都给扔了 不敢 是有啥事找我呀 没有啥事找你 这不你来找我有事呢 对 是我来求您的啊 对 那行 既然我知道那些闲子是您的 我给您找个别的地儿 给它晒好了 然后回头我再给你拿回来 好不好 那个沈学部刚才来了 沈学部 刚来的啥来的 来了 这个让我呢 就拖我啊 跟你讲个情 你说你那个民宿 是不是也开业了嘛 完了让那媳妇 都能去上班呢 你说沈叔叔也真是的 我跟欢歌这关系 那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不是她不要是考虑我嘛 我是房东嘛 说话有分量 行就这事啊 还有 沈学部说孙子啥 那个 考虑到她媳妇啊 就一个人在那上班啊 这个挺寂寞的 想让笑语的妈妈呢 到那去一块上班 陪着她 俩也有个伴 如果你要 让她们俩到那去上班 我还给 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就是你把那咸菜呀 你就卖给沈学部就是 她那厂子需要 一大堆咸菜 他们家得吃到什么时候这样 工人多忙是吗 还是您想的周到 到底行不行 给个通话话 行 我农大人哪 我估算了一下 您那些咸菜的钱 这些只多不少 另外呢 我再给您加一倍 是吧 就当是您的幸福费了 你干啥呀 你啥意思这是 听明白的吗 这个怎么这 就咸菜的 咸菜问题就解决了吧 这意思 这本来呀 就是打一个电话的事 您绕这么大一圈子 您这是煞费苦心啊 这钱您收好 这个行 钱我就收下 然后 工作这事 赶紧落实 不着急 不着急行吗 你得抓紧办 您房东大人都开口了 我肯定得办 算你想的实相 但是 我那人慢了 您慢慢等着 等什么时候 我那儿有空缺的岗位了 我给您打电话 好吗 许晗你玩我是不是 我哪敢 那个 那个 咸菜钱您收好 我走了 这小王八蛋 看来厅上场 这咸菜得加量了 好 这个东省楼啊 是幼稚妹的 一遭就知道我是去提琴的 K灵使您说漏嘴了 那提琴是喜事 我说说怎么了 你嘴笨你不说你自己 你埋怨我 什么是嘴笨啊 他根本不让我说话呀 就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他一个在那儿不停地撩我 从什么GDP 到什么换包 又是监探监派 又是驴水行山 又是什么 又是杜树砍包 又是什么破产的经济法战 在这儿装为法人 这就让我插不起嘴 那不管怎么的 那你也抢着 把这提琴这事说了呀 礼物呢 她收下了 提琴这个事没收 她把礼物收下了 说是给你办工作 给我办工作真是笑话 我去把礼物要吧 妈妈妈妈 妈妈 坐坐坐坐 坐坐 那礼物是送的事 那还能往回要吗 你说夺我呢 还有你 事前也不了解庆祝 杜晓鱼又难朋友了 你当场弄得我很尴尬 我还没找个地缝 转进去 不可能 她跟许晗都分手了 是背景的大老板 亲生啊 总之啊 这个琴 以后坚决不提了 你死了这份信吧 还有提起这件事 对吧都不得说啊 有此之意 看着老做法一点一点的 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我是真替你开心 但是以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 还能坚持多久 慢慢来嘛 什么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呀 我要扩大生产 直接建大厂子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 我究竟为什么要做琉璃 归根结底 我是想让更多人认识 了解到博山的琉璃 可是在老作坊里 一件一件地做琉璃艺术品 好像是把琉璃做高端了 但其实受众面特别狭窄 你要批量生产啊 我想保留老作坊 一方面我可以继续做 自己喜欢的 自己设计的琉璃艺术品 另外一方面 接大顶单 批量生产 争取把博山的琉璃 带到世界的各个家 我是不是有点 免心太大了 是有点做的 但是没关系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可都支持你 没喝大了吧都 没有 没有 对了 欧阳哥 新鲜哥 这儿的那个开源溶洞 还有国家新公园 也其商城延的江四都不错 你们可以去看看 带他们一块去 好 谢谢啊 玩得开心点 我们等你们玩吃饭啊 好了 拜拜 拜拜 不这儿吧 至于 咱们去找郑飞聊了呗 刚才你不是还劝我要慢慢来吗 我让你慢慢想了 应该你都想不清楚 那我们就行动起来吧 行 那雨 我找你有点事 笑语不透跟你已经说清楚了吗 什么事 我想请你帮个忙 你说 你爸爸 把你闲菜堆满了 我的民宿的停车场 目的呢 就是想让我给你妈妈安排个工作 你也知道 我那人手已经齐了 实在是没有空余的岗位了 所以呢 我想请你帮个忙 好好劝劝他 别再搞事情了 这事啊 我可以帮你啊 用不着 你看 我告诉你我现在跟叔叔关系很好 我说的话可能比笑语还好使 你不听了我就已经很制服了 没有你 哪儿来那么多事呢 我好心帮你 你干吗这么说话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是他哥的呀 你呢 我是他男朋友 前任的 你也知道自己是前任的 就别给笑语找麻烦了 他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要忙 麻烦你放过他 希望你以后还可以做口 你再多说一句 你信不信我抽你 你俩能不能别说 行 趁热吧 你来啦 你 看什么呢 手拿开 拿开 干 干嘛呀 项链哪儿来的 发胎拿的 谁让你动的呀 是你藏在那儿送给我的吧 你还挺有心思的 我知道你肯定是最近觉得我 太累了 给民宿忙前忙后的心疼我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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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那么多废话了 明摆是告诉你 那是给杜笑语的 人家不稀罕 既然你想要的话 那就送给你了 就当是福利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以后我的东西 没经过我的允许 别动 你 别不稀罕 你 你是不是要去找小麻烦了 没有 还没有 人家都跟我说了 这小麻烦蛋 撞到告到你这儿去了 算个男人吧他 你别再去找他麻烦了 他的民宿刚刚开始 我告诉你啊 这是我俩的个人恩怨 跟你没关系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听笑语的 算了吧 你这样 孩子 你那自己 把你自己事管理好 我的事我自己来做 那你答应我别再去了 你跟许晗要是不撇清关系 我就跟他没完 我跟他分手了 真的吗 孩子 你说你这么大个喜讯 你怎么才告诉我呀 快快快快 赶紧做几个菜 咱喝点酒庆祝一下 这样你满意了吗 放过许晗吧 那啥你先上去休息一会儿 这事我 我会认真考虑的啊 太好了 你真不折腾啊 什么 不折腾啊 我不折腾 我不轻折腾这回 因为他跟咱家笑语 已经没关系了 我必须得做他 必须得折腾他 我这是替咱家笑语 冲出这口气 你这个颠来倒去的 挺厉害啊 咱也别说了 水果来回去 炒几个菜 喝点 来吧 把酒都倒上吧 对了 韩哥 你不是说在这边 认识个女朋友吗 怎么也不给我们 介绍介绍吧 最近有点忙 那也得叫出来认识一下 不都跟你说忙了吗 吓唬 二回 给你们认识 韩哥现在也学会 金屋苍娇的 这你话多 来 尝尝我们店的招牌 这个好 廖姑娘 这个是什么菜 你能帮忙介绍介绍吗 行啊 这呀是糖素鲤 是我们店的招牌菜 这也差不多了呢 再砸个鱼汤 这菜我在电视上 听过介绍 是吧 很有名的 你们来到这儿 就别想着减肥了 这卤菜的发源地 就是我们博山 韩哥 干吗呢 怎么总盯着廖姑娘的前胸看呢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要点脸吗你呀 这边上还坐着女朋友呢 你不看我 你怎么知道我看她呢 不 我 好 不看 不看 喝酒 来 腰唇也一起慢着 不不不 我还给你们服好物 你们可都是老板的贵客 别见呀 这也没什么外人 对吧 韩哥 惦记上了是吧 坐吧 那我坐了 没关系 来 快坐快坐 我听众的盘 韩哥 你怎么又占我便宜呢 今天哪 我必须把你喝出原形 那不可能 有我在这儿 想惯到我老板 先惯到我 护上了 静静 哥哥 来 哥 我干了 谢谢廖姑娘 干了 干了 我是最羡慕我的许晗哥了 走到哪儿 都有女人缘 来 哥 换一换 咱们这个 祝你生意兴容 来来来来 请许晗哥 来来来 真有喝的鸡色 来 哥 对了 山东有句话 站着喝的不涩 要 所以咱们得坐一下 没明白意思 来 把你那壶淋起来 来 来 敬你这位哥哥 来 哥 好 我又干了啊 太亮了 你赶紧的 好 关心啊 这个玩笑开不得 我是认真的吧 大年呢 是董事长 那我就直接升总经理 我就从总经理开始去 总经理 这个 爸 您刚刚可能说支持我的啊 是是是 但是爸爸可以这样说啊 这个 这个厂子将来都是你的 是吧 但是现在呢 你没有管理经验 用我的能力 应该可以直接升管理层吧 这个总经理啊 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 爸爸呢 就是从基层开始学的 一点一点学会的 女儿有这个心是好的 你总说你 你年轻的时候和现在能一样吗 是吧 我们得鼓励他 你不能打击他呀 我没有打击嘛 不是 你这样啊 这个生产啊 学习呢难度比较大 你可以尝试一下销售 你别在那儿瞎说了 销售多累啊 销售又经常出差呢 你知不知道啊 爸 那我就听您的 我就暂且先当个 副总经理 然后呢专职销售 你看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好吧 好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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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叫我 李副总 什么 独省楼给徐翰涮了 徐翰问我 我说我妈根本就没想找工作 这个独省楼 不 关键呢 他还把那些破烂东西 卖给了徐翰 爸 你别跟着生气啊 我吃这么大魁 我给他美饭 气死我了 爸 爸 爸 我知道 这个提亲的事啊 失败了 但是我发自内心 真感谢我这个爸爸 让你们替我操心 但是如果你要是 真心疼儿子的话 千万别找杜叔叔去理论 我这儿啊 咱不犯傻了行吗 不犯傻了呀 听我一级劝 你和杜晓云没有结果呀 行行行 有没有事啊你 没有事 这刚才豪言壮语的 我还以为你是个酒缸呢 何时你就是个酒钟啊 我跟你说呀 韩韩 别人在我这儿是 肯定 不可以管你的 有我在保护你 那个 你还能不能起来 你别跟这儿躺着 在这儿着凉了 等下来 我帮你 一人 那我就能怎么回啊 我就跟她来 我们就要 怎么回来 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刘子 你咋出来了呢 不是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找不着自己放钱吗 是吧 不是 不是 多大人啊 还玩这种枸杞啊 不是担心你 担心我呀 你还是去担心担心你女房去了 不是 哥 她在里边睡 上哪儿睡啊 我睡大厅不行吗 要不然这样吧 我去你那儿她对付你小新娘 不不不 哥哥 我可以 我够用 走 涵哥 别别别 别别别 人多热呢 等我说 涵哥 瞅啥呢 不是 哥 我 我是看你喝多了 我担心你们大嫂 赶紧回睡觉去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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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运总是喜欢戏弄人 让我成就了事业 却遗失了爱情 尽管我想不出原因 但我仍然确信 笑语是爱我的 我也一样爱她 简简单单一句分手 怎么会击垮我呢 我想 她一定有她自己的利益 也一定是做出了 很大的努力才会说出口 我 一定要把事情扭转过来 诗涵 你一定非常恨我 而且你一直恨下去 这样你才不会忘了我 但时间 终会慢慢消磨掉 这些情绪吧 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也都会回到 本该属于自己的生活中 彼此相忘 年少阴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